各位網友好 又是我Candy雷文 今天和大家吃完馬場花生 今天跑完馬 騎斯龍虎榜 那方面 相信跑完今天 大局應該已定 除非有奇蹟 因為 潘頓今天連贏三場 現在的龍虎榜 潘頓以141 對著莫雷拉 135 小弟讀賽後報告的時候 都說過 雷神在星期三八號 谷草夜賽就要停賽 再加上 剛剛雷神又做一隻 幸運快車 在薩科日應該是再停賽 如下的賽事 雷神有兩天是沒有得上陣 相信這個騎斯龍虎榜方面 就好像都叫做明朗 應該潘頓 就如無意外 就141 現在都領先六場 除非雷神 真的發神威 才可以追回潘頓過頭 因為有兩天上不到陣 至於講到 連馬斯龍虎榜 那裡的形勢 相信各位都很關心 多點注意力 都放到高東尼 呂建威 尾本輝 那裡 排第四 剩下一輪的阿摩 今天 叮咚咚啪啪 都倒了三場頭馬 今天阿摩就威了 顧冬妮也贏了一隻好運寶寶 本來呂建威頭場已經贏了一隻禪聖寶區 本來已經超過了姚本輝 但姚本輝在尾場做一隻十二檔的懶滿英之星 孔一聲上來又贏了 變成練馬師一二三名的龍虎博 各自贏了一場頭馬 都是沒有變 現在分別 顧冬妮落後姚本輝4回合 落後呂建威3回合 綁手姚本輝64回合 呂建威63回合 龍虎榜今天最好成績的Big 4 就是阿摩贏了3回合 分散一下注意力 到現在賽事倒數階段 最感觸的相信都是大摩 大摩飽了今季 各位都知道他會回到澳洲開倉 但今天各位把注意力放在頭幾名練馬師裏 今天大摩反圍憑著新力寶 無心睡眠 歸廠 今天嘗了三場WINNER 頸真吃到嘴都頂頂離 大摩打咪是這樣說的 今天要連打三元 不是 是連中三元 當然是非常之開心 大把银仔 去澳洲都沒有有怕 其實上季我為了要爭贊冠軍 其實上季就已經消耗了我很多馬房裡面的兵力 令到今季的馬評分根本就沒有了 其實季初阿摩打算就定了目標就是贏55場的頭馬 現在我已經拿了56場 即是達了標兼超標 他說實際上已經是相當理想的 他自己個人亦都覺得很滿意 一被人問到今屆冠軍連馬斯之爭 阿摩有些什麼說 可不可以透露哪位是你看好的 但摩就很含情密密地說 他說現在這個形勢真是很緊張 呂建威 姚本輝 高東尼這三個都在頂立 三強頂立 他說對於香港賽馬和馬迷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 對我們 不過他說不會好像以往這樣 給一兩個練馬斯 就立了整個冠軍練馬斯 他說葉楚行曾經都做過華人冠軍練馬斯 他說現在若然再出一個類似的冠軍練馬斯 都會是一件不錯的事 是否等於姚本輝和呂建威的機會大一點 阿摩就沒有指名 他說是華人 若然有一個華人冠軍練馬斯 但摩就說 他說我現在在香港的重練山崖 已經去到倒數的階段 真是八錦交集 他說 我大半身在香港這裏 在香港那裏賺食 他的事業都在香港那裏建立 再加上娶了華人做老婆 他說對香港的感情好深 他說雖然他就會離開香港 轉戰去澳洲那裏 但是未來呢 亦然會常常回來香港的 他很希望呢 有機會呢 可以帶領澳洲的賽區 來香港挑戰國際賽 掌金高 是不是這樣說 再加上那些孔老都搭到熟了 你看看今天放那些馬回來 一一一一一一的牌 一一一一一就知道了 他就說 其中 新力必這隻馬 當年讓香港退役 就已經運了回到澳洲 他說新力必 現在在澳洲已經健康養飯 再加上現在在澳洲 由他弟弟摩加里打理 他說回到澳洲之後 他會重新訓練這隻新力必 希望他會將這隻新力必 去挑戰一下當地的分級賽 這樣說 看一下阿摩特有時候 什麼時候會帶他澳洲的賽區 來衝擊一下香港的國際賽 講完又講 講到那些連馬師好像很喜歡輪流 起碼 怎麼少得我們餵食格格的賀賢 不是啊 蘇惠賢那隻馬 餵食格格 賀賢是餵食那些 是不是這樣說 今天贏了一隻 年年歡樂臨場六六七八萬票 叫阿蕃欣坐定 沒問題的 開過五十五秒回來 連褲高八斗都刮到 但是呢 派彩都不夠二十皮 那賀賢當然 用一隻手捏著下巴那些鬚 牙皮怎麼夠洗 是不是這樣說 整隻八卦 省省他好不好 包辦了一口媽寶 那賀賢博咪 怎麼說這隻年年歡樂呢 他說年年歡樂 其實他皮性是厚厚的 賽前試襲 根本就已經有了月木的走勢 這隻都算是明刀明槍的 對啦 好難得的 他說他天生速度很好 相信他有時再跑轉彎的千二米 都正好跑 他說 薛恩近期手風又不夠順 他說他是我鄉里來的 我當然希望可以為 藉著這一場 年年歡樂的贏馬 為薛恩打打氣 這樣說 對啦 打打氣啦 他說增加騎者的自信心 就是坐定回來 有什麼增加自信心 坐定回來都彈掉了 賀賢贏完第四場 年年歡樂 接著第五場 本來摸著下巴 只有廿皮便夠洗 整個暑假遊遊場 還有個美老婆 是不是這樣說 做完第五場 又是泥地沿途走位 一一一一的八卦回來 好不好啊 不知道馬迷覺得好不好 賀賢當然說好 包辦了第四口孖寶 賽後賀賢笑著 大爆 薛恩信風水 這樣說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令到風水這家東西 令到薛恩轉運 賀賢有沒有轉運 本來悶了一個多月都沒有頭馬 賀賢就這樣說 他說 薛恩在澳洲是一級騎師 薛恩在澳洲是一級騎師 小弟不作評論 他說 他今季來到香港發展 多次都跑第二 薄殺手風 就不算那麼順 一次失手跑第二 就不順 兩次失手跑第二 也是不順 三次失手跑第二 也是不順 二十次失手跑第二 也是不順 我相信他只要好運一點 最重要就是多些年年歡樂這些馬 就是好運一點 獲得實力的助騎 即是年年歡樂這些實力的助騎 再加上繼續努力 賀賢就說他是有力成為香港前列的騎師 騎工是怎樣呢 這文就不作評論 但是薛恩肯定就是一個聽話 兼會做的騎師 今天講開又講 今天沿途走位來地一一一 不如講一下阿摩那隻新力寶 對著加州海哥都落好像七百萬票 大家都知道不簡單 對著加州海哥落七百萬票 然後沿途一一一 沒有馬搞的 那馬主贏員回來 黃梁柏先生就這樣說 他說我和大摩認識了好多年 鬧死來了 他說記得在八六八七年的時候 就已經交一些馬給阿摩去訓練 他說合作了三十幾年 當然是合作無間 大家還是老死來的 他說快來阿摩會告別香港的馬壇 今天新力寶可以贏到馬呢 馬主當然是很開心 幾舊水飛 響下去 應了棍 他說可以說是好頭好味 都說合作了三十幾年 新力媽 新力蜜 每隻都有交代 這隻沒有交代又怎可以 威廠 蜜廠那些又是 他說一家人和大摩都合作了很多年 大多數都交到好成績 最難忘的呢 就是我哥哥那隻 即是馬主哥哥啊 不是我啊 那隻旗下的有性格 贏到打比大賽 對阿摩的練馬功夫是推崇備至的 不單止是練馬功夫 以及打開線路這家東西 阿摩都是沒得頂的 他說早前呢 在香港養過新力必 這隻腳箱 退了翼 運了回澳洲 大摩哥跟他說 他說 現在在澳洲已經是養回來的 他說 季後阿摩就去到澳洲 繼續為新力必服務 馬主就說 當然是落力支持 阿摩這麼有交代 臨走都整隻這麼重飛的新力 保我坦坦 馬主就說 祝福阿摩轉到澳洲之後 一樣交到好成績 看一下阿摩還有多少 一一一一一 這些才是魔法幻影 講到姚本輝近排 經常都贏了一些懶滿 小弟記得那次 給了會員朋友的未影楊菲 剛剛就弄了一隻精彩快車 兩隻二十幾三十倍 今天再弄多一隻英之友出來 就十六倍了 即是贏了阿姚本輝 那些熱門反為搏來搏去 搏去都得過近子 那些藍門一搏下去 就撲一聲就進去了 變成為了這一隻 英之星 英之友 英之星 英之星贏了這一場馬 又拿回這個冠軍 練馬師的龍虎榜首位 姚本輝打咪就說 這隻英之星 今場贏了馬 他說十分驚喜 未影楊菲十分驚喜 被人問話當然是驚喜 跟著那隻精準快車 同場那隻叫做 精彩有理潘頓死了火 就贏了一隻精準快車 又驚喜 今天隻英之友在內蘭 就有位出來 又是一個驚喜 他說今季英之友 已經是獲了 升之星 已經是獲了四個winner 他說今場贏不回來 真是驚喜 他說這隻馬其實很忠心 由於今次的檔位不是很好 對手又夠硬正 所以都不是十分之有信心 不過就著了綠燈有駐飛 硬下去 都不是很有信心 他說但是沙田直路比較長 亦都適合這隻馬發揮 他說 賽前我給梁家俊的拆騎指示 就是入直路之後 就全力去衝啦 殺啦 他說這隻馬去到終點的時候 是會全速向前走的 他說今次贏了馬回來 是由他本人馬主騎士 和整個馬房都感到好開心 這樣說 那姚本輝 就是因著這隻英之星 就繼續在練馬斯龍虎榜 那裏 大罪在頭位那裏 講開又講 那隻無心睡眠 有隻馬主 好像叫做不羈的風 都是放在阿摩那裏 那些馬主關係色色相關的 還有一隻叫做蜜蜜蜜蜜 放在高東尼那裏 小弟如果沒有記錯啦 今天呢 憑著這隻無心睡眠 還有新力補 和威廠 三隻馬阿摩 就弄了個三寶出來探一下 贏完這隻無心睡眠 阿摩博咪都有些話說 他說其實無心睡眠 血統是厚厚的 不過可惜健康曾經有過一些問題 需要去慢慢去逐一解決 逐一刷解的疑團 洋蔥都要一層層撕 他說這隻馬比較遲熟 其實是季尾才踏入正軌 早點說啦 阿摩不是這樣說 那麼多位馬迷朋友 他說下季表現應該會更好 阿摩就透露 這隻不激的風 下一季會加盟大衛希斯馬房 過戶 由澳洲過去澳洲 不用去兌換外幣 直接澳洲換回澳洲 只需要 今天大摩就笑笑口說 他就只可以說 希斯是好好運 唉呀 摩走了 希斯來到 怎麼說不好運 他說接手不少我的舊馬 他說當中更加不少實力強勁的好馬 更加好似無心睡眠 下季傳屬 就是這個收割期 來的 如果阿摩就開了一張 不是他對演的期票 各位信的就抹下他 希斯無心睡眠 阿摩說下季是收割期 在電腦的日曆表 九月開羅的時候 看一看自己 他說 來季必定可以交到更加多頭馬 阿摩說 希斯無心睡眠 下季可以交更加多頭馬 這張奇票小弟 在那個人力那裡 記下他先